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阴影出的角色他是谁呀 当然现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呦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又找到了迪迦奥他们剧场版的拍摄花絮 你们看过这一段吗 无特效的拍摄真的是有一点尴尬 现在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豪哥以前就一直在想 那些哥在奥特曼跟怪兽打斗时 就仰视视角是怎么拍摄出来的 难道说是真的摄影师冒着被奥特曼怪兽踩死的风险 趴着或者躺在地上往上拍摄的吗 这回豪哥终于知道 其实奥特曼在拍摄的时候 一般都是站在高台上的 足足有一人高 这样就可以拍出各种视角了 但是这样就很危险了 在打斗时一个不小心掉下高台 不是脑袋受伤就是骨折呀 在当时特效不发达的时期 很多场景都要依靠不景 所以比起皮套来说 场地的费用应该是更加的昂贵和费时费力的 在拍摄飞行场面和空中战斗时 其实是需要拍摄两遍的 一遍是要在实地场景中 还有一遍是要在绿幕前 一个镜头至少拍两遍 费时间还费钱 这才是真正的特色剧 现在的奥特曼更加偏向于特效剧了 奥特曼拍摄也真的危险 尤其是在爆破的时候 不仅仅是要在模型上爆破 因为需求好的节目效果 有的时候甚至要在皮套上引爆 这就相当危险了 一个弄不好 炸到了皮套演员 或者说是皮套因此着火了 都是极其有可能的 而且引爆装置的位置固定的 皮套演员在走位的时候需要注意 一个不小心 如果踩到了引爆物上 那肯定是要受伤的嘛 虽然危险 但是也真的很尴尬 你们看第一家 被自己的前女友家暴的拍摄画面 没有特效 也很少真的有肢体接触 基本上都是各自打各自的 不知道他们自己演完以后 自己观看会不会觉得 尬到头皮发麻呢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头答案了 小伙伴们 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吗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 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 1 2 1